7月年底华为和微博在发布会上都引入了内存融合技术 大半年的时间 俨然已经成为了厂商们在宣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功能 从最开始华为8G加上2G 微博这边8G加上3G 到OPPO这边 现在已经到12G加上7GB了 你没有听错 已经可以达到19GB了 已经超越了目前机圈最大的 这个RG的18G的真实的物理内存 内存融合 它到底是不是厂商炒作了一个噱头 现在它表现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融合了个寂寞 Hello大家好 我是王兄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今天咱们来聊聊内存融合 本期视频由小白有品APP支持播出 喜欢二手数码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手机内存也叫运行内存 手机闪存就是Netflix 也就是常说的存储 内存融合技术 就是将部分的闪存扩展给内存进行使用 对电脑了解比较多的小伙伴 应该知道Windows的虚拟内存技术 云出来一部分硬盘的空间来充当内存使用 当然基于Linux的安卓 同样支持虚拟内存的功能 早在安卓2.2时期 就是在10年前 这个安卓就有了SWAP的技术 在安卓4.4的时期 出现了ZRAM压缩内存技术 SWAP就是虚拟内存 将RAM作为RAM来使用 可以让系统同时运行更多的程序 缺点就是读写速度较慢 并且这种反复查写闪存的操作 多少也会减少一点闪存的使用寿命吧 ZRAM是将物理内存划分出一片区域 将内存中应用的不活跃代码部分进行压缩 需要的时候将数据解压出来 代价就是需要频繁的进行解压缩工作 占用一些CPU的内存 可能让你的手机会变得有些卡顿 所以在旗舰机上使用更为合适一些 而内存融合技术应该就是结合了SWAP和ZRAM的ZSWAP技术 追根速远它其实算不上什么黑科技 甚至有些炒冷饭的意思 现在倒是被各种厂商吹成花了 宣称支持内存融合的厂商有很多 我们体验过也有很多了 比如华为 Vivo Oppo Realme中兴等等 其中华为不支持手动开启和关闭 所以说它到底怎么样 我们也实在是没法测试 中兴最高支持5GB的内存拓展 Vivo支持最高4GB内存融合 OPPO和Realme支持最高7GB的内存拓展 开启最大的7GB之后 可用内存上没啥变化 但多用了R是一直显示12GB加上7GB 有没有作用咱先不说 先让你看着都非常爽 OK那么问题来了 加入的这些虚拟内存 它们去哪了 有没有啥真实的作用呢 第一个我们猜测 它是不是提升了APP的冷启动速度 7GB可能是预加载内存 系统将预加载好的APP提前存入 以达到提升冷启动速度的效果 于是在我们数据库 20款应用两轮打开的基础上 加大了测试压力 这次是20款采用APP 加上5款大众游戏的冷启动速度 首先重启手机静置5分钟 好让系统提前识别 并完成部分APP的预加载过程 GT大师探索板 其实OPPO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在原生12GB内存下 25款APP加载用时完成 161秒 开启内存拓展之后 12加上7GB内存下 大师探索板用时158秒 在误差允许范围之内 这两种情况的加载速度 基本是一致的 那么内存拓展对于冷启动速度 真的有作用吗 我们又测试了提出好几次 内存融合技术的Vivo S10 Pro 12GB原生内存 25款APP加载完成 用时182秒 12GB加上4GB的内存拓展之后 加载完成用时180秒 也在误差允许范围之内 测试结果虽然不能完完全全否定 但至少从实际的体验上 Realme Vivo OPPO 它们内存融合 对于冷启动速度的影响 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么就只剩一种可能了 将7GB内存拓展用作虚拟内存 提升系统后台APP的饱活能力 也就是杀后台杀的没那么严重了 这也是虚拟内存技术 给普通用户 你看到了之后 第一个直观的感觉 是不是我的游戏和APP 开的可以更多一些 于是我们立马进行了第二轮测试 GT大师探索板 OPPO它们也都是一样的 在原生12GB内存下 25款应用APP 后台杀了18个 开启内存拓展之后 12加上7GB 也就是19GB情况下 大师探索板 后台杀了19个 结果基本一致 还多了一个 我们又查看了25款应用 打开之后 剩余可用的内存 12GB的情况下 剩余了3.39GB 12加上7GB 虚拟内存的情况下 剩余了3.58GB 也是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结果显示 就算杀后台已经比较严重了 APP占用内存 却还是手机自带的物理内存 并没有分配到虚拟内存的部分 我不知道它前台显示的逻辑上面 是不是给直接显示出来 反正实际的结果来看 是没啥作用的 那么这夹的7GB的拓展内存 到底用在哪了呢 这是个问题 我们猜测 将内存中应用不活跃代码部分 进行压缩 放入闪存 也就是ZRAM技术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就是让系统识别一下 于是我们又加上了计时秒表 等待5分钟之后 再进行测试 给系统一个反应的时间 大师探索板 这边原生12GB的情况下 25款 后台杀了20个 开启内存拓展之后 12加上7GB 大师探索板 杀后台21个 又多了一个 因为这并不是一个 硬件级别的 只给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按照目前的 我们自己的测试方法 12加上7GB 什么8加3GB 各种各样的内存拓展 实际作用基本没有 而且按照目前小伙伴们 使用手机的习惯 其实也很难用到12GB 6GB和8GB的小伙伴 可能会有一些作用 反正目前真的是不明显 OK看到这儿 虚拟的19GB 感觉没啥作用 那真的18GB的物理内存 它表现怎么样呢 内存拓展能否代替物理内存呢 于是我们又找出了 工作室唯一的一台 搭载18GB物理内存的手机 RG5 第一轮启动速度 虽然慢了一些 但是第二轮热启动 RG5仅杀了6个后台 存活了19个 吸屏5分钟之后 我们再次打开 也仅杀了10个后台 实际结果上 可以说是完全吊打 虚拟内存的19GB 我们也测试了蓝场这边 看看有什么区别 首先开启之后 微博将拓展内存 直接划布到了可用内存部分 当然这个也可能 只是它前台的一个显示方式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你看着 就是作为内存 可以直接进行使用的 相比于OPPO系列的机型 显示加7GB 给你一个加号 让你看到加了多少 S10 Pro 12G原生内存 25个APP 后台杀了16个 存活9个 12加上4G的拓展内存 也就变成了16G之后 实测后台杀了12个 存活了13个 照之前确实提升了几个 但是也要低于官方的数据 但是我们看完5分钟之后的数据 感觉又是一个计谋 12GB原生的 后台杀了10个 16GB也就是加了4GB的拓展内存 杀了13个 还多了几个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第一个 就是技术可能不成熟 或者说我们的测试方法 有错吗 但是加上虚拟内存之后 最明显提升的 无非也就是这两个地方 我们猜测 可能12GB原生的内存 它本身就默认开启了 ZRAM内存压缩技术 将应用的不活跃代码部分 进行了压缩 以达到提高应用存活率的目的 而开启内存拓展之后 由于蓄影内存的加入 内存就变大了 所以系统就关闭了这个功能 当然这也仅是我们 现阶段的这个猜测 实际情况 可能跟系统的调度密切相关 总之 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测试 也花了好长时间 其实不止视频里面这两种 各种各样的小测试 我们提前也做了很多 我们在现阶段 并不能完完全全否定 蓄影内存的作用 毕竟厂商们做出来了 也宣传出来了 你要说一点道理也没有 起码它代表了一种 技术的探索方向 对吧 但是就目前的实际体验来看 各种加了好几剂 在现阶段 这个噱头是要大于实际作用的 试想一下 19GB的内存 如果完全不做限制 可以同时开多少个APP 我觉得至少也得30来个吧 然后厂商为了提高 产品在5G下的续航能力 后台应用策略上 对于所有APP的后台主流 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 杀后台也就成为了一个必然时间 所以手机厂商们 再怎么吹成花 第二内存融合 毕竟不是真实内存 在使用的时候 还是会占用CPU的资源 消耗电量 同时反复擦除 多少也会影响一些闪存的寿命 在大内存的旗舰机上 感觉没有必要开启 而闪存的速度相对于内存的要更慢 可能影响手机的整体运行的流畅性 造成卡顿 是得不偿失的 低端入门机 我们想一下也不太建议 毕竟手机CPU的性能相对较差 且闪存规格也要更低一些 当然对于内存不够的中高端机型 这个非常小众 可能后续的技术成熟之后 可以缓解一下沙后台的现状 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总之技术本身是无对错的 哪怕它现阶段还没那么成熟 但是起码有了一个探索方向 你也不能直接就说它是缺点 但是现阶段 12加上5G 12加上7GB 实际体验来看 大家都看到 收效甚为 OK 更多内容和精彩 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 小白测评 尤其是我们的数据库 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扫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